大家好,我是Dan 因涉嫌九項罪名 在韓國大法院最終判刑一年六個月的森林 他的IG帳號也被下架了 今天韓國很多家媒體都報導了 目前在IG已經無法找到 擁有814萬多粉絲的森林的帳號了 而根據IG的網站說明表示 只要被法院判決性犯罪的人 將無法使用IG 如果確認到使用者是犯罪者 將會禁止該帳號 然後也有專門舉報的地方 而目前為止 IG被下架的韓國藝人有 傀優吳 程俊雄 缺中文等三個人 5月27號已先取HOT回歸的Seventeen 在專輯銷售第一天就突破了175萬張 創下了即彭彈酸胆之後 唯一一組在專輯發行第一天 就突破百萬張銷售的大紀錄 目前已突破了182萬1560張 而不只是專輯 Seventeen在全世界22個國家地區的 iTunes的專輯榜也登上了一位 甚至也在日本Live Music的專輯 姻緣榜也都登上了一位 2015年出道 今年本來是要面臨續約的Seventeen 早在去年2021年 就已經全員續約而感動了粉絲們 而最近公開的Seventeen全員續約的方式 再次感動了粉絲們 非常特別的Seventeen續約方式 一般是成員一個人一個人進去面談 但是我們是一體的 所以一起進去了 成員們表示 有關續約最痛苦的地方 不是成員們的意見不合 也不是公司協商困難 而是要跟一直以來 痛苦痛樂的成員們 要討論前的問題 未來問題 所以成員們都刻意想要避開這個話題 而之所以能這樣的最大工程是Mingu Mingu先提出了有關續約的事情 在續約過程會出現的各種矛盾 也都非常正面的去思考 聚集大家一起簽下了合約 我們都不想要破壞這個團隊 大家的內心都是一致的 為了喜愛Seventeen的粉絲們 Seventeen本來就看起來像家人一樣很有趣 但是連外國成員都續約5年 看來成員們的團魂真的非常堅固 想到再嚴肅的情況 13個人一臥風的進去 有點好笑又可愛 我是路過的別家粉絲 但是真的覺得很棒 一般出道年次增長的話 會想要有個人活動 也會考慮到金錢問題 但是竟然能全體續約 繼續走花落吧Seventeen 繼續走花落吧Seventeen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烏豬索尼出演Quindom 2最大的收穫 透過Quindom 2這個節目 出演的各女團都以各種不同的魅力 大幅提高了知名度 而其中烏豬索尼獲得的收穫 更是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到底是什麼收穫呢 不是粉絲的很多網友們表示 透過Quindom 2可以完美地分辨各個成員們了 首先是Quindom 2票選顏值一位的Soda 在每場舞台都留下強烈印象的隊長Axi 因為拍攝韓劇碗登場 但是一登場就證明自己是愛獨的婆呢 PPT女王主唱Subin 轉身美女Luda 只吃蒜根葵喉的恩賜 Omo Yuruma的主舞夏天 社交女王Tayong 最強主唱Yeng정 然後還有一位2月份戰士停止活動的塔文 之前只知道幾位成員的名字 現在都知道了 然後一個一個都太好笑了 現在還在Youtube找他們看 本來只有在聽烏豬索尼的歌 看了Quindom之後 因為大家都太有趣 所以變好感了 真的 信非的夏天啊 這個印象太深刻了 QQ 這次確實給觀眾們看到了 五舊索尼的親和力與綜藝感 希望在Quindom 2結束後 五舊索尼能夠迎接新的全盛時期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的 unified SPEAKER 我們下支影片 中一個行進ium 此時是心中和 אנ 中文字幕 李宗盛